我的孩子没有志向吗?或许只是我们还没发现。 撰稿人卢应君编辑廖玉秀,取自教育心理学报,青少年目的感经验之探究。 志向是一种愿景与理想,可以成为青少年对未来引导的力量,让孩子的生活更有目标与意义。 在探索志向的过程中,能帮助孩子更有自我感,进而提升正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。 虽然志向对孩子的重要性不正自明,但在我们的求学过程中,志向、兴趣的探索却鲜少被重视。 取而代之的是升学导向的影响,学业成绩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唯一生活重心。 对现在的国中生来说,缺乏兴趣没有志向的情况可说是常态。 除了只注重读书考试的态度之外,在平日的生活中缺乏探索,少有触动心灵的机会,也让孩子难以对志向有更具体与丰富的想象。 导致每当选田志愿的季节来临时,常常可以在辅导室里看见,孩子们面对未来焦急又茫然的面孔。 观察国三孩子们选田志愿的过程,我发现许多家长在这时候才开始与孩子认真讨论对未来的想法。 孩子开始查资料,思考自己的未来,但是志向并非一蹴可及,而是需要在生活经验中慢慢发展而成的。 其中,不管是学校、家庭还是同侪的互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,甚至这样的影响从小学阶段就开始。 因此,若家长可以在平常就参与在孩子思考未来的过程,那将有助于孩子发现自己的志向。 以下提供三个可以与孩子讨论的面向,帮助家长与孩子一同探索。 第一,带着好奇的心,进入孩子的世界。 孩子兴趣专长,常常是影响志向形成的重要原因。 在聆听孩子的兴趣时,切记不要因为带着担心孩子的不切实际,而抹灭了孩子的想象力,让孩子感到被批评。 试着带着好奇的心,进入孩子的世界,了解孩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,为什么喜欢,以及其中的内涵。 志向从个人的兴趣专长发展而来是较为一般人所知。 但助人利他与存在意义也是重要的引导力量。 如果志向同时是自己的兴趣又能够助人,孩子更能从中获取成就感与意义。 事故,在与孩子讨论志向的过程中,如果可以更多包含社会贡献、意义感, 可以帮助孩子探索更广泛的面向与深层的需求。 第二个面向,与孩子一起讨论。 在发展志向的过程中,即使孩子对未来有自己的想象, 但孩子其实也不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天真。 相关研究显示,孩子在思考志向的过程中, 仍会考量重要他人的看法以及社会期待。 因此,在讨论志向的过程中, 与孩子讨论对志向的外在条件、现实条件与社会贡献等想法, 适时地给予有经验者的意见, 可以帮助孩子在思考未来的过程中更加贴近现实。 第三,鼓励孩子采取探索的行动。 了解孩子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、采取行动、 去接触的情形,并且给予鼓励, 甚至可以从中引导孩子与所学结合。 在探索的过程中,孩子可以从中获得经验, 进一步回馈自己对志向的想法, 更加认识自己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国三阶段, 因为考试、课业压力等因素, 常会线缩孩子探索与创意的动机。 因此,在国三阶段, 师长可以帮助孩子面对这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管理与压力调试, 等大考压力结束后, 再重新与孩子讨论志向、安定内心想法。 志向其实是一段有意义的探索历程。 志向在小时候就慢慢萌芽, 并非在青少年阶段才突然清晰起来。 尽管在国中阶段, 孩子的同侪关系越来越重要, 然而家人仍是他们生活重心的所在, 对孩子的发展志向也相当重要。 除了家庭经验, 志向的发展也与个人成长经验息息相关。 因此,更为广阔的生活与学习经验, 也是有助于刺激有意义的志向发展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